可以跟你确认一下车票吗 谢谢 推着餐车 一节一节车厢 把便当交到客人手中 火车上的排骨便当 几乎都会卖光光 想吃先挑对时间 用餐时间 中午12点 及晚上6点 前后一个小时 火车上才有便当餐车 时间对了 还得卡位 好比心自强 号第六节车厢的尾端呢 就是他们的工作车 便当餐车 就是从这节车厢 开始往其他车厢贩售 如果你想要先抢到便当的话呢 可以先到第五到第七节车厢 事先来这边守候 八一口饭配上排骨 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 吃便当比有一番风味 除了新自强号 泰鲁壳 普庸马 第八节是工作车 自强号跟举光号 工作车在第一节 便当推车 由此开始贩售 订购车票的同时呢 就可以选购便当 那选完了以后呢 在坐在位置上 我们服务员就会把便当 送到位置上去给你 台铁便当在北中南东 都有设点 一共六个餐物室 一天会有两万八千个便当 其中台北占四成 七肚大约三千到四千个 不同地方不同滋味 台北筛选排骨分类 调配黄金比例酱汁 台中国的粉比较薄 高雄用真空按摩机 混合佐料味道浓郁 七肚的便当用炒过的青葱 是2012年的冠军 花东也用真空按摩机 搭配特制卤汁 比较尝试是排骨的 就是习惯的味道 没那么油 然后比较均衡的营养 排骨不很硬啊 但是不像人家 茶茶硬硬 等一下就还OK啊 排骨获得一致好评 掌握好列车上买便当的小诀窍 就能沿路欣赏风景 享受美食 三地新闻新闻长 史环宜基隆 彩坊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欧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欧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欧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